大家好今天呢我来聊一个历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件就是古巴导弹危机啊这是啊啊可以说是美苏冷战啊这几十年的历史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啊这事件实际上他对世界后来的影响也是蛮蛮大的啊古巴导弹危机呢实际上是发生的时间很短就几天啊大概其实是呃十几天啊1962年10月16号到28号 这几天呃发生的呃实际上这个呃这段时间呢可以说是呃在这个2010月27号呃28号27号那天可以说是呃世界接近毁灭的最接近的那一瞬间啊实际上是全世界毁灭在在人类历史上在那之前在那之后可以说如果我们在人类历史选那么一个moment就是这个moment的是人类可能会彻底毁灭全体毁灭 最接近的就是这个这个实际上比这个呃这个什么这个什么朝鲜战争啦什么这个中苏的这种和和和和和和冲突有可能和冲突危机呃这都是存在但是最接近最接近这个因为实际上是是就是 而且而且甚至有几个有几个这个阴差阳错这个阴差阳错恰好是写是lucky里 lucky是个lucky break不然的话有可能这阴差阳错就可能反了另一个方向很可能就完蛋了就人类就完蛋了 首先呢我们先讲一讲这个古巴导弹危机的这个这个这个背景是什么情况啊首先就刚才讲了是1962年10月份发生的ok12天吧啊 啊他背景是这样首先呢就是说这个自从二战结束以后呢这个呃美苏进入了冷战就是上以美苏为代表了苏联代表的东欧呃共产主义集团和美国呃英国呃法国呃呃这个代表的这个西方的民主体制呃呃形成两个比较大的阵营呃形成了一个铁幕在这个东欧呃西欧交界的地方画下来 然后就完全分成两个制令营呃他的社会制度他的经济体系他的这个意识形态呃整个就完全分开了啊分开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从这个对方的呃呃双方的都对对方有很高的这种猜疑和很高的忧虑 那么从美国来讲自然就是对这个呃以苏联为主因为在冷战开始以后实际上他的前大呃呃大部分前期都是以这个呃以这个呃苏联这个这个呃 这个共产主义体制进攻而西方呢这个资本主义体制防守为一个主要的事态就是说呃西方的一直在防在怎么样想方设法防止共产主义呢不断的在全世界扩散这个上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呃总前期总是以一边在攻一边在守那么攻的是是是苏联这边呃 也比如说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西方要防呢就比如说在这个北朝鲜在越南 然后呢这下面讲还有一个古巴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其他地方像什么阿富汗了什么其他地方上都是他们先就有这个苏联这边先进攻啊也某种要先先寝食然后这边在在在向上去抵抗 啊以此同时呢在历史上呢还有这么一个背景就是在这个美国早期建国早期有一个总统叫这个monroe就是那像那个maryland monroe的那个last name monroe呃呃他叫monroe doctrinemonroe doctrine上他这个doctrine基本上来讲呢是在这个殖民地期间的定的这么一个doctrine 这么一个doctrine 它就是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南美拉丁美洲 美国向欧洲的这个 所有的当时的欧洲的殖民势力 尤其是这个英法西班牙和荷兰 这些市民就说基本就声明 你们呢在全世界呢去殖民可以 但是你不要到拉丁美洲来殖民 这是属于我美国的势力范围 所以在这个势力范围 在这边呢 你闹太大的话 我是会干预的 以此以外 美国我是以示隔绝 我和和你们欧洲 你们愿意怎么闹怎么闹 你到非洲去亚洲去什么 欧洲你们去打去闹 我我是旁边我不会参与 这是monro doctrine 这个monro doctrine historically就是美国一直是这样坚守的 所以美国就说这个 在这个传统理念 一两百年的两百年的传统理念上来讲呢 它是一直延续到冷战 延续到冷战呢 像美国呢也是 就是以这种同样的思维方式 就是拉丁美洲 包括这个这个这个中美南美 也是不希望苏联 当时那时候 当然他的这个美国的对手 已经从这个欧洲殖民地 这些国家转换成了这个苏联的东欧的这个体系了 不希望你们来这个干守 干预这些地方的事务 当然这是一种原则 是一种doction 当然是一种原则 它并不是说 它就是说 我定的法律 你们怎么怎么样 因为这不是一个国际法律 只是一个美国自己的一个政府的 它一个外交原则 一次同时呢 在这个1961年呢 这个 这个195几年呢 实际上这个谁 这个卡斯特罗不就是掌权了吗 掌权以后 把这个古巴的整个给给给给给 给这个控制住了 控制住了 在这之前呢 实际上古巴是一个接近有点像那种美国的这种 这种这种度假度假村一样 就是美国的好多的这个商业物业全在那 后边我会讲古巴的这个历史 所以就是等于说呢 卡斯特罗 控制住了 掌握了这恐怕的古巴的政权以后 它很快它就变成亲疏 它变成亲疏以后 这个呢 实际上对这个美国就已经很大的威胁了 后边我会讲的卡斯特罗和古巴的这个历史 大概一起讲一讲 在这里呢 我首先讲就是当时卡斯特罗已经非常明确 他是站在苏联这一边的 是他属于共产党阵营 他本身他也是实行共产主义制度 这样的话呢 美国的这个Montro Doctrine呢 就有点就被被被触发了 被触发意思就是说 这个这个某种意义上是你这个苏联势力渗透到了古巴 大家看一下地图去看看古巴 他离美国有多近 90个英里 OK 90个英里 实际上在美国这个在历史上有多次人这种耐久游泳 都尝试过从这之间游过去 因为这地方是非常的热带嘛 水温非常舒服 但是里面有好多鲨鱼 但是有人甚至成就甚至游你的这些 OK游都有可能游过去 曾经美国有一个女的好像50多岁60岁 尝试过两次 最后都放弃了 没游过去 那个当时是一种一种这个体力的这种 呃想破纪录 呃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这个呢对美国的威胁很大 他认为这个这个这个苏联势力到了古巴这么近 然后而且是古巴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美国早期的商业 早期的公司什么全都被被他国有化了 所以美国对这个古巴非常愤怒 同时呢 这个苏联势力对古巴这么大影响使美国政府对这个这个古巴非常非常的呃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非常想把他给颠覆回来 就是把这个卡斯多罗就政权给推翻 那1961年 这个这个这个谁啊 这个啊 肯尼迪呢 肯尼迪刚刚上台以后 他就部署了一个叫做叫做一个一个部署一个偷袭 就是就是利用古巴在美国的这些流亡人士组织了一个反古巴 反卡斯多罗的武装的力量 在1961年4月份 OK 进行了一次这个这个突袭 就是从登陆登陆去去推翻 这个地方登陆的地方叫Bay of Pigs Bay of Pigs 猪湾吧 猪群猪湾 但是这次登陆呢 这里不多讲了 就是完全是失败了 因为他的准备不足 然后里面有好整个这个部署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缺陷 是CIA控制的 就是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去这个这个操纵的这件事 这件事呢 实际上整个呢 就是说最后是以这个失败告终 而且当时被登陆的这些人全被他们被卡斯多罗给抓了 OK 抓了 然后在什么什么什么电视上认罪了 什么乱七八糟 这基本就是说卡斯多罗给美国出了个大仇 就是杠子 让全世界看的这是你美国人 上表面看是是是是 是古巴的这个流亡人人是开的 去去去进来想想去推翻 想去反攻大陆的有点那个意思是 实际上呢是美国人操纵的 也使这个肯尼迪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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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embarased 非常这个难堪OK 但是呢美国呢还是没有放弃 还是在各进各种的秘密的这种运动 秘密的操纵秘密的这种策反 希望把这个把这个卡斯多罗给推翻 因为他认为这个卡斯多罗这政权离美国太近了 尤其是美国的这个这个本土是不能允许有像这种敌对势力 离他很近 因为大家看一下美国是在左右都是大洋南北是是邻居 那么加拿大跟他本来就是就是就是就跟基本是一家 墨西哥呢对这个美国商是基本没有任何威胁 那么古巴就形成一个最大的威胁 在这样的前提下呢 像这个苏联和卡斯多罗本身就是就就就就可以看出来了 就是这迟早的事 美国肯定下一次这次失败了下一次可能还会还会那什么 OK这是一个背景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这个从苏联角度来讲呢 美国在这个意大利和土耳其呢部署了中程导弹 OK这中程导弹实际上是是可以直接打到苏联本土的 这个呢对苏联本身也是一个威胁 刚才前面前面说了古巴是对美国有威胁 然后呢就是这个美国认为古巴是必须推翻 然后古巴呢认为美国对他有很大威胁 这都是互相就是这种这种心理上都有这种敌对意识 同时呢这个这个导弹中程导弹 美国在这个这个意大利和这个和意大利的这就是那个 那意大利那个大靴子那个靴子根那个位置部署了 部署了一些这个中程导弹 然后在土耳其部署中程导弹 这都离德国离苏联本土的很近的 以此同时呢这个Kennedy刚刚上台以后呢 实际上Kennedy本身的政治表现在国际上的表现 实际上不是很不是很出色 不是很出色呢 这里就不讲细节了 总的来讲呢就是从从赫鲁晓夫和从这个国际里面 就感觉Kennedy有点年轻有点太嫩了 因为他当时才43岁 好像是43岁 是美国最年轻的总统 所以43还是44 就是就觉得太嫩了 然后他像Kennedy尽管实际上是二战参加过战争 打过仗了 他是一个在二战中还参加过 在太平洋战争还是一个小兵吧 但是呢Kennedy自己呢 就是说被认为被这个尤其被他的主要的政治 主要的这个国际对手就是苏联 认为尤其赫鲁晓夫呢比Kennedy大好多呢 大十几岁呢 赫鲁晓夫是二战是这个这个 这个真正的还是高级将领 还是政治这个官员的 所以是亲自看到这个战争的这种残酷 什么都知道了 所以他就是感觉这个 这是一个什么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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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嫩子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对手 以此同时呢 艾森豪尔实际上是Kennedy的上任 艾森豪尔实际上是是这个Republican Kennedy是Democrat 尽管是这样 艾森豪尔实际上在这个这个下台以后 实际上对Kennedy有很大的 有起了很大的这个帮助 他经常和Kennedy通话 给Kennedy出主意 因为从这个从军事上的这个经验上来讲 那Kennedy是是二战期间只不过是一个小卒 而艾森豪尔是二战二战的这个盟军总指挥 而且当过美国总统五星上将 所以可以想象 他对这个这个国际上的这种军事冲突经验比 Kennedy要多得多 当然至少是在在这个经验上 艾森豪尔就本身就跟Kennedy就做了一个 打了一个伏笔 他说你啊 这个Bay of Pigs打这个打这个古巴的这个Bay of Pigs 你这次呢没打成 你这个事情后果会很比较严重 就什么严重呢 你这样的话呢 就会使这个苏联呢 更加大胆 就是更加大胆 因为他过就是他过去对美国可能就是说 还是有点这个三心而就是怎么三思而后行 而现在呢 感觉就是你你你这个事做的有点 就是我们这个美国这件事做的有点有点这个被动 有点或者是有点这种不顺的话 可能使这个苏联更加对我们更加这个什么 OK这是一个 这是这是艾森豪尔对Kennedy有一个有一个提示 赫鲁晓夫本身呢 对Kennedy也有一个很一个很很很负面的评价 他说他太年轻 OK对这种关键的像这种 他认为这种这种关键事件上 他准备不足 然后呢 这个这个他 to intellectual to intellectual就是这种知识分子的那种 小知识分子的气氛太重 然后呢太软弱 就是他他他把Kennedy看成了一个这种书生 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这个武士 因为赫鲁晓夫认为他自己是武士 就是这种真正在苏联那种血雨腥风中生存下来的 不管是战争还是和斯大林这种怎么这么严酷的环境生存下来 这实际上 使我想起来在这个这个尼克松在这个在这个访华前和和这个基辛格的一段对话 他和基辛格在1972年他不是第一次访华吗 他在飞机上跟基辛格说了几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这几句话非常非常经典 尼克松跟基辛格说说我们下面要见的这些人跟我们不是一路人 为什么不是一路人呢 说他们是打了几十年几十年仗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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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 都是见过这种见过这种残酷的战争的人 我们是和平时期出来的人 因为尼克松和这个尼克松和基辛格这都是 这严格来讲都是和平时代的人 当然基辛格是参加军的 基辛格二战期间后期还还到欧洲去去当兵 还当了一段当然他没有直接打过仗 anyway可以想象当时尼克松的对手是毛泽东 是周恩来是是这些人 这些人都是显然的都是 这都是死就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OK 呃所以呢 克罗晓夫从用同样的观点认为 像像Kennedy这样的人 这都是这都是这个小儿科 OK 服侍真正见过大师年的 一次同时1961年还有一件事 就是柏林危机 这个柏林危机呢 实际上呢 苏联呢 对这个对这个对这个西方呢 呃呃有了一次有一个公开的恐吓 这是最后通牒 说你们必须所有的所有的这个西方的这种呃 军事力量必须从柏林从西柏林撤出去 因为柏林大家知道是围在东德里边的一个小块地方 而且柏林里边分成东柏林西柏林啊 东柏林当然属于是苏联西柏林属于西方 所以西方等于是在这个在这个在眼中钉肉中刺啊 在这个东欧里边这个这个圈里边有这么一小块地方 属于属于这个属于这个西方的这是很像类似这种概念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以好几个地方都有这种类似的这种很很奇特的现象 这这西柏林就是等于在东柏林的正中间的核心 有这么一个西方的这种一块领地啊 香港是等于在中国当时是在在这个文革 正核心地方有这么一块小块领地 这个这个再再回到古巴古巴 就是苏联美国在那有一个很小的一个一个军事监狱 就在古巴的这个本土 这都是和的想起来都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事发生了 所以呢当时呢这个苏联呢就是警告这个西方 说你们必须把你们所有的武装力量从西柏林撤出去 OK 尤其是西柏林 然后呢你然后结果呢这个这个西柏林 当然人你不撤了不撤不撤怎么办 我就盖墙结果把东西柏林就弄了个柏林墙给分开了 这样这个我们就不太不讲不讲柏林这个什么 但是这个呢本身就是一个危机 这个危机充现充分凸现了 就是东西方实际上在欧洲的真正的 就是这个冷战期间的真正的这个这个冲突的节点 就是你如果在欧洲选那么一块地方 说这个地方是冷战双方最热的一个地方 就是双方这个这个这种这种这种敌对 或者是双方势力 这个针尖对对卖卖麻的那个地方 就是在就是在柏林 OK这个地方是 所以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双方最 把所有的集中力全全注意在的 全集中的地方 这个事件发生了1961年 以此同时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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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讲了赫鲁晓夫呢 对这个对肯定的这种弱点呢 他本身呢就是说了什么呢 呃就提出这么一个一个一个自己的这个这个想法 就是说我知道肯定你不灵 OK我知道他的他的这个他的背景不够强 所以就是他的经验不够丰富 在这种情况下 OK我们下面如果跟他有大的这种 有挑战性的危机出现的话 我认为他没有勇气来正面的面对 某种意义上 这就是赫鲁晓夫对肯定的一次误判 OK很大的一个误判 我们先把这个误判放在这 就是说这导弹危机的前游之一 就是说赫鲁晓夫误判了肯定 他把肯定看得太太轻轻看了 OK轻敌了轻看了肯定 啊以此同时呢 他就开始做一些什么行动呢 他就和这古巴就开始商量了 就商量这个什么呢 这个古巴从卡斯特罗的角度来讲 他希望赫鲁晓夫提供保护 OK提供保护 保护我的古巴 因为他知道这个古巴随时有可能 被这个美国给给给给给 给再一次大规模的入侵 因为上次是这种covert operation 就是这个CIA的这个 某种上是一种一种这种 就是是是用代理人 用他的流亡人 那美国完全可以自己出兵吗 完全可以自己出去 跟那个1950年 打这个朝鲜一样 美国人急了 他自己就派兵了 所以这个卡斯特罗商 这里是心里是非常非常慌的 他知道这个东西 坚持不了不多久 可能就会遇到美国人亲自出兵 那根本他就不是对手 他希望赫鲁晓夫支持 那赫鲁晓夫支持 那我干脆把导弹步到 步到那个 核导弹步到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 步到古巴 早期呢 前期呢 就是这个 卡斯特罗对这个 这个导弹 这个还不是特别赞同 他说我就希望你来部署 常规武器 然后什么 但是赫鲁晓夫说 你要让我帮忙 我就补导弹 那卡斯特罗好 那就导弹就导弹吧 结果呢 就开始了 1962年早期 夏天就开始 开始往里 秘密的开始 他这是一个秘密协议 他没有公开 大家谁都不知道这件事 秘密就开始把这个导弹的 这个这个基地呢 就开始慢着 开始动工了 这动工的时候 过程中呢 就被美国的这个高空U2 这个侦察机给发现了 发现以后呢 就发现什么呢 就发现了有中程导弹 OK就中程导弹基地 中程和中远程导弹 都都都部署在这个 部署在古巴了 那么美国马上 in response 美国就开始马上进入 进入这个 这个海上这个封锁 1962年10月22号 就开始封锁 封锁所有的任何船只 什么只要进入 出出出出古巴 都会被封锁 后边我们会讲这个细节 然后封锁呢 他然后检查上面 你只要有这个武器 我就不让你进 不让你出 这样的话呢 而且美国呢 同时呢 公开的就是要求 这个苏联把所有的导弹 撤出去 这我这是一个 一个简单的 这概述啊 撤出去 经过了几天的这种 非常非常紧张的 紧张的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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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判吧 主要是通过这个电报 和这个 这个什么电报谈谈判 没有电话当时 最后呢 Kennedy和这个 Khrushchev 就是同意了 同意了 那么就是说这个苏联呢 把这个导弹呢 从这个 从古巴撤出去 把它拆掉 撤出去 然后呢 把它退回到 运回到苏联 同时呢 这个 这个整个这个撤出的过程呢 用这个联合国呢 去 去观察 观察员去核实 而美国呢 in response呢 就是 承诺 不会去入侵 再也不会去入侵 古巴 OK 不会入侵古巴 同时呢 美国呢 也在 不公开承诺 但是秘密的向苏联承诺 他把在土耳其的这个中程导弹给撤了 撤了 这样这些导弹呢 对苏联是有威胁的嘛 这个 但是在意大利中的呢 是否撤这个伤后来一直有争议 这一直没弄清楚 到底是撤还没撤 1962年11月21号 所有的这个 这个封锁 还让封锁解开 然后双方的这个危机结束 所有的那个 那个苏联的导弹 苏联的这个战略轰炸机 轻型战略轰炸机 全都退回 从这个古巴撤去 这个事就结束了 结束 当然是真正的危机的结束 是10月28号 但是真正的海上禁运结束 是又过了将近一个月 过了三个星期 11月 所以呢 这个事就结束 这是我大概齐的一个概述 那么我现在先讲一讲 就是这个 这个 更深入的谈一谈 整个的导弹危机 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这个事情到底是一个 当时的世界上的格局 是什么样的情况 首先呢 就是在这个导弹危机 发生的前夕呢 实际上是美苏的军事上的力量 实际上是相当不平衡的 相当不平衡 就是说 这个美国 苏联的整个的这个军事力量 就是尤其这种战略 核武器的军事力量 和美国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层次 在1962年前 导弹危机前夕 苏联呢 大概只有36个洲际弹道导弹 我给证明了 这这洲际弹道就上去 等于进入那个大打气层的 那像发射卫星一样 洲际弹道长 长距离的那种 但是这其中呢 只有20个 是可以呢 这个从这个苏联境内 打到美国境内的 洲际弹道导弹 所以这36个不都是 这是1962年 那时候上 苏联还很很早期呢 呃 它大概起有138个 这个远程战略轰炸机 然后这远程战略 战了390将近400个 核武器弹头 就是当时的这个 这个苏联的这个 核武器 因为这个战斗 战略轰炸机 长距战的轰炸机 和这个远程弹道导弹 实际上是互补的吧 战略轰炸机 也可以打得很远 同时呢 它还有72艘这个 这个 这个柴油动力的 潜艇 OK 这些潜艇的本身呢 可以发射弹道导弹 可以发射弹道 但是那个弹道导弹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初级的 原始的早期的弹道导弹 而这个它 不管它是洲际弹道导弹 还是它的这个核武器 核潜艇战斗导弹 这些战导弹 它在1962年前 它有一个共性 就是非常不可靠 因为苏联当时的技术 非常的早期 非常不可靠 准确性 紧击度非常低 可靠性非常低 然后呢 它实际上真正能够打出去以后 能够命中 它的这个目标的这种概率 到底有多大 不是很清楚 OK 就是不是很准吧 它的中程弹道导弹 大概就有700多枚 700多枚 而且也是非常不可靠 非常的这个 这个不准确 不可靠 就是发射成功率很低 然后发射出去 就打中 命中那个 那个什么的成绩 就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当时的情况 可能比这个 比这个今天的金三胖 强不了哪去 金三胖实际上 也是这么一个状况 今天 同时呢 这个 这个 由于它的这个真正的 能够突破美国的空防力量的 这个洲际弹道导弹 和它的战略轰炸机的这种 突防美国能力 这个美国本土防空能力呢 实际上是很低的 当时就是 就是说 它可以打到美国的边境 打到阿拉斯加 打到甚至什么什么地方 但是很难打到美国本土 就是当时的状况是这样 尽管在这种 这种情况下 上这赫鲁晓夫呢 是个 是用这个原层规划 叫International Big Mouth OK 就是国际大嘴巴 所以说我们 做导弹 就跟做香肠一样 逼了不如一天到晚 那做导弹 做了很多 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它的整个的什么 很原始 而这一点呢 实际上 这个美国呢 实际上是知道的 但而是 Kennedy上台以后呢 Kennedy并没有 说我们比他强得多 而Kennedy反倒说 我们比他差多了 实际上误导了 美国民众当时 这个 所以某种意义上呢 就是下面我们会看 美国的状态 像他这个相对于 美国来讲 差很远 OK 相对美国差很远 总体上来讲呢 就是苏联的这个 核攻击能力呢 不管他是 是弹道导弹 还是潜艇的导弹 他都 无法 也不能说是无法 就是说对美国的 本土的威胁性 当时是 还是有限的 不能说是 是这个 没有 但是呢 不是那么 那么完全 total complete 这个这个threat 而他相对于 这个美国的 就是西方啊 不光是美国了 西方的这种 战略的这种 什么势力上呢 主要的优势呢 是在他的传统的 这种地面武装 就是他的军队的 军队 坦克打炮 这些呢 他相对于 这个西方呢 是2比1 就是说如果打 常规战争的话 他肯定是 他要比西方要强多 但是战略核武器上 他差很多 他有更多的枪 更多的坦克 更多的大炮 OK 尤其是在欧洲 所以当时欧洲 如果发生一次 常规的战争的话 那苏联可以说 基本没有什么悬念 苏联就应该打胜的 所以这 因为他的这个 军队的这个数量 也大很多 那么同时再看一下 美国 美国这边就不得了了 他这个 美国的常规武器 显然是不如苏联 但是他的核武器的能力 是非常非常强 即使到1962年 这个古巴导弹 危机的前夕 他有203个 洲际弹道导弹 OK 这些203个洲际弹道导弹 而且都是质量 非常高的 洲际弹道导弹 而且都有核武器的能力 而且他是在 而且在飞快的增长 就是因为当时 美国建这个的能力很强 有1300多架 这个远程轰炸机 然后这1300多架 带有3100多个核弹头 可以相对来讲 你看看苏联那边 只有100多架 这个核 远程轰炸机 才有将近400核弹头 这边是1300多架 就基本是乘个10啊 基本乘个10的力量 然后他就是 而且他的那个 那个能够发射核武器的 这个这个潜艇 那有144艘 而那边只有说 那边只有70多艘 70多艘 而且还是说质量 还是很厉害 他有其中这些核武器的 这个这个核潜艇的 这什么呢 有其中有8个 这个这个核潜艇呢 就是这不是核潜艇 当时潜艇还不是核潜艇 我印象中 有弹道导弹的 他每一个就可以发射 16个核 呃 带有核弹头的 那个 那个那个导弹 就是每一个核潜艇啊 就可以发16个 而且每 呃 每一个核导弹呢 他的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洲际弹道导弹的射程 都是4600公里 OK 4600公里 大家看 那基本就是说 就是就是可以覆盖一个大陆了 呃 而 当然他还不是能够从美国 直接打到日本 打到这个苏联本土 但是因为他是导 他是核潜艇 他可以完全潜伏在 这个苏联近海 从苏联近海 可以打到苏联任何地方了 4600公里 呃 换一句话说呢 就总体上来讲呢 从核武器的力量来 美国是当时的苏联的9倍 而且呢 这个 这个 这个9倍呢 上还有其他的优势 其他一个优势呢 就是他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核弹头的数量 远远高于苏联 苏联当时总 总核弹头 总数是3600个 美国是27000个 OK 从技术上来讲 他的技术 他的这个导弹的运载能力 运载准确性 运载可靠性 呃 同时呢 他的这个空防能力 就是防反导弹的能力 他的这个 海军的这种 这种 这种进攻能力 空中的这种 空袭 长距离的远程空袭能力 远远超过苏联 所以1962年前 前夕上美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战略 攻击能力 是是是是不是比苏联强一点 是强的多的多的多 OK 强多的多 以此同时呢 这个 肯尼迪呢 本身呢 实际上他这个 这是就是出于他的政客的考虑 他在上登台 呃 就在他这个竞选的时候 他就整天在说 我们 这个 战略上 什么 已经开始落后苏联 我们必须加强什么 就是冷战的那种 Retoric 就是Cold War Retoric 所以呢 同时他还在就是炒作 就我们还得继续这个扩张 我们的这个这个战略进攻能力 战略防守能力 然后免得那个 我们被这个 被这个什么 所以呢 就是说他 在在肯尼迪上台前前夕吧 就实际上美国就已经在这个 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了中程导弹 而这些中程导弹呢 实际上是比较 呃 原始的那种 技 呃 技术做的中程导弹 不管怎么样 他是部署下去了 那么这些中程导弹呢 实际上完全可以打 打到 啊 苏联西部的任何一个位置 包括莫斯科 包括这个 雷尼克勒 雷尼克勒 就是后来的 Saint Petersburg 就是可以打到这些 苏联最核心的城市的任何地方 那那那这就对苏联是威胁很大了 而且这个 这个以此同时呢 实际上这个 这个美国的这个核武器 实际上在这个英国还部署了 啊 在好像在西德也有 那这些地方 当然 当然都可以打到苏联的本土的这个 因为苏联 乌拉尔山以西 是他的所有的 95%以上的 他的这个 这个人口 城市 技术 什么都是在这边 实际上西伯利亚 他你打也没用 那边本来他就除了老改营 就是老改营 加上一些这个 这个什么煤矿 铁矿 油矿 加上森林 那个森林 伐木 都是都是用的 那个政治犯在那干 所以你打他 没什么任何意义 当然他有空军基地 和核导弹基地 但除此以外呢 这个他主要的这个核心 都是在这边 所以呢 这就是当时美苏的这个 这个 军事力量的对比 OK 强大的反差 强大的不平衡 OK 那好 那我们在 在这个背景下 我们再看看苏联 为什么要在古巴 部署导弹 这里其实有好几个原因 OK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他认为呢 苏联清楚 他针对美国的这种 核攻击的能力差很多 OK 差很多 他他这个把这个导弹 部署到古巴以后 等于是在在美国家门口 部署一些中程导弹 这本身呢 就等于是一个一个变相 一个平衡 就平衡那种双方的这种 这种这种力量的 这个不均衡 OK 因为呢 到这个1962年前 部署导弹 古巴导弹部署之前 在苏联人眼里 OK 真正的第一次攻击的主动权 是在美国人手里 而不是在苏联 OK 苏联在这场就是没有没有真正的这种主动权 因为美国的这个核攻核武力的这种力量太大了 双方冷战的 Ritter也就这种这种火烧味的这种言论这么强 所以苏联非常担心美国对苏联进行第一次核攻击 或者是第一次的这种首次攻击 因为如果他认为在那种情况下苏联呃 美国对苏联第一次攻击可能苏联连反手的能力都没有 很可能就就就就给灭了 这就是当时双方的这种误判 实际上等现在才知道 美国当时怎么有可能去去打他们 根本没有想过第一次对他进行怎么攻击 双方都是在想怕对方打自己 以此同时呢 这个这个什么呢 这个他的这个怎么说呢 他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的这种怎么说呢 这种这种不平衡就是这种势力的弱呢 他是没有办法靠这个增加洲际弹道来弥补的 因为他没那么快的速度 而这个什么呢 这个他而且眼睁睁的看着在土耳其意大利 这个美国build做的这个中程导弹 是完全有一百多枚 就对着他就就部署下来了 而这一百多枚本身不说别的 OK就可以在苏联有反击的机会之前 把苏联整个给wipe out 就整个把苏联整个给毁掉 因为这里都是核导弹 这个中程导弹 尽管这些导弹技术 他的运载技术不是最先进的 但是他离得足够近 所以呢 这是就是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苏联呢 在这个前提下呢 他的洲际弹道导弹是他是看到了 就是没有不足以这个不足以这个免回 不足以把平衡给导过来 因为他太少了 他只能靠这个中程远的导弹和中远程导弹 然后这些导弹呢 就是说呢 可以可以什么呢 可以打到这个美国的盟国 打到西欧 OK这是没问题的 打到西欧是没问题 可以打到阿拉斯加 从这个西伯利亚打到阿拉斯加 这No big deal 那个白领海山就是几十公里 所以打出去没问题 可是你打阿拉斯加有个屁用 对吧 那除了几个游艇游景以外 什么都没有 但是打不到美国本土 而一旦把这个导弹部署到古巴了 这事就全变了 为什么呢 古巴离美国太近了 离美国的迈阿密才九十 离美国的这个叫什么 好像就离美国本土 迈阿密里才九十九十个吗 可能离Key West九十个吗 离迈阿密稍微远一点点 但是基本就是美国的东海岸 整个美国的东海岸 全都进入了它的射程之内 OK 整个进入它的射程之内 在这种前提下呢 就是说呢 这个怎么说呢 即使是 OK 即使是美国 可以随便打到这个苏联内 所有的地方 那苏联它可以从 从那个古巴呢 可以打到美国的东海岸的 大部分地方 那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这个这个威慑力 就已经到了 威慑力就到了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叫什么MAD 就是互相彻底摧毁的 这个这种威胁 就基本建立了 OK 而从苏联的领导层的 决策层上 他认为呢 回到刚才前面讲 他认为 Kennedy这人比较 比较比较 比较异 就是比较嫩 OK 像北有配给打这种 这种小儿科的这种偷袭 他都打不成 他能干成什么大事 OK 所以呢 我们干脆呢 就是趁他 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气得啪啦 把这个中程导弹 就给部署到这个古巴 等他反应过来 说我们已经部署完了 部署完了以后呢 而这个Kennedy本身又那么弱 很可能这事就既成事实 生米成熟饭了 Kennedy也就认怂了 就认了 所以这是他们的这个误判 OK 非常大的误判 这是第一 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还是西柏林 刚才回到西柏林 西柏林和古巴 好像是正好地球的两个方向 但实际上西柏林是在古巴导弹 为一种很关键的一步 因为他认为 不管是Kennedy还是赫鲁晓夫 都认为柏林实际上是真正冷战的热点 真正冷战 大家最关心的 还是以柏林为中心的 西欧的东西方的对峙的这个 这个情况 OK 认为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个冷战的这个中心战场 不在古巴 而是在这个这个柏林 所以他非常希望把柏林 西柏林给收回来 变成这个这个整个的这个 因为这个西柏林是 等于是在这个 对这个对这个 赫鲁晓夫的这个苏 苏联共产党的这个阵营 是一个可以说是 是是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这么一种颠覆的精神压力 因为西柏林 他整个里面全都是西方的经济 西方的意识形态 西方的自由言论 而这种这种这种西方的这种东西 就在你的核心 这样不断的渗透到这个 这个东柏林 渗透到这个东欧 这个对他的这种 这种强权的这种体制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非常恐怖的 所以他非常希望把西柏林 并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有多大 而是因为这个地方 本身带来的这种 外来敌对自由势力 OK 对这种专制势力的一种 精神上意识形态的一种威胁 这是他认为是最不能接受的 OK 这是这是主要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他认为呢 如果我把这个导弹部署到这个古巴 如果这还是误判了 如果Kennedy没有采用反制措施 把这种变成了继承事实 那就好了 我就可以拿古巴用来什么呢 用来跟Kennedy进行讨价还价 把西柏林给要回来 什么意思呢 我突然的把古巴给占了以后 部署导弹以后 我调后再跟你跟美国这边商量 你呀 你不是不想让我在这部署吗 那好 咱们拿柏林交换 你把西柏林退出去 全属我的 把西柏林整个退出去 然后变成我的地盘了 我就从古巴里撤出来 这个呢 就成一个讨价还价了 什么 他是想这么一个思路 OK 所以西柏林 想使他的一个古巴导弹危机的思路之一 还有一个呢 当然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个 不管是卡斯多罗还是克罗晓夫 都已经坚信美国武力进攻 古巴只是时间的问题 迟早的事早晚会发生 这样的话呢 他呢 如果一旦发生了的话呢 这个这个古巴这块地方呢 被美国如果重新给西方化了的话 这个等于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就给拔了 而这个从从克罗晓夫 从这个苏联的角度来讲 我就希望在你眼中有个眼中钉肉中刺 我就让你让你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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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的势力就在你眼下 OK 所以这个本身呢 呃 也是他的一个动机 那就说什么呢 我在这放了古达古导弹导弹了以后呢 使古巴在这个整个的美国的这个拉丁美洲的这种反美国的势力中成为一个打钉子 OK 同时呢 这个这个从这个从美国的角度来讲 OK 他想已经对对古巴呢 这个进行了这个经济禁运了 当时已经有经济禁运 而且当时美国的国会呢 已经通过了各种各样的这种 怎么说呢 各种各样的这种国会的法案议案 就是来防止这个这个古巴呢 这个军事化防止古巴对美国进行有任何的这种 威胁或者是什么这种 这种导弹 就说换句话 这导弹在古巴射之前 美国的法案已经有了 不能允许古巴有任何的大规模导弹基地 但是呢 这个恰好也是这个谁呢 赫鲁晓夫在这要做的这个原因 我就给你弄了个眼中 那个时候是 而且美国呢 上在这个Bay of Pig之后呢 对古巴还发 就是做过几次军事演习 这军事演习在加勒比海上做的 在什么 当时一看大家傻瓜都能看出来 这军事演习的目的就是准备登陆古巴用的 而这个从这个 从这个苏联角度来讲呢 他们前面讲了 他认为美国侵占古巴只是时间的问题 同时呢 这个这个古巴如果被美国给给收回去的话 他对对整个拉丁美洲的共产 伟大光荣的共产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有很大的这个打击 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我必须让古巴坚持下来 成为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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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主义阵阵阵营的一个牢固的堡垒 OK 这是一个 所以呢 我如果能把导弹放下以后呢 使古巴呢 就是在这样更成为一个更 更强的一个 更强有力的一个一个威慑吧 以此同时呢 这个什么呢 这个这个 这个苏联的利 想利用古巴呢 来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像一个什么呢 像一个这种 这种旗子一样 这个旗子呢 就等于是什么呢 这个 像这个苏联的其他的东欧的这些盟国表现 就是你看 我们对你们的支持 你们就是包括对古巴的支持 是非常坚定不移的 这样我们可以顶住西方的压力 然后你们就是 这等于建立他自己的credibility 就是说对古巴的这种强有力的导弹支持 等于对这个苏联的这种 其他盟国的这种 就是东欧的这些小兄弟的这个 一种精神的一种支持吧 或者精神的一种支持 所以心理上 这里很多 你看这里讲 都是一些心理上的这种 这种这种因素吧 在这边 所以呢 这就是在这些因素之下呢 实际上这个这个古巴导弹的这个部署 那就开始了 开始呢 实际上是刚开始 当然是秘密的了 OK 刚刚刚刚开始是秘密的 呃 这个 这个 呃 卡斯托罗是当然是 刚开始是对这个部署 这个核导弹的有一些顾虑 但是后来就是完全放弃了 就是掉过头了 是全力支持 这这这 后边我们会看到 卡斯托罗这个人 什么样一个人 这人是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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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拿人命不当不当命的 不当不当 没有任何价值 把人命的价值完全是零的 这么一个方子 啊 赫鲁晓夫和哈斯托罗呢 实际上就 首先呢 他们的这个部署导弹的这个计划 是完全是秘密的 就是秘密的协议 秘密的运送 秘密的建设 秘密的部署 OK 那么第一轮部署呢 就是中程导弹和中远程导弹 这些导弹的技术是什么呢 基本就是单级导弹 单级导弹 而且是用用这个陆地的运车车 运输车运的 通过这运输车 然后运到一个地方 然后呢 把这个导弹呢 这个 这个这个 竖起来 放在一导弹支架上 砰一下就放出去 然后这导弹呢 是液态燃料 驱动的导弹 那么这些液态燃料的驱动导弹 大家知道 实际上它有一个 有一个固定的缺陷 就是因为它本身的 它的准备时间周期比较长 液态燃料在里面待的时间 不能太长 它只能在发射前几个小时 才开始准备 实际上中国早期导弹 也都是那样的 但是呢 这些导弹实际上是 已经是相当有威慑力了 它每一个导弹 就可以到这个 Megaton 就是百万吨级啊 百万吨级的这个荡量 就是这就已经相当相当厉害了 这样导弹发射 扔到这个美国东海 任何的地方 就一个城市就没了 它的有效射程 那是2000到4500公里 取决是那个中程 还是中远程 中远程是4500公里 中程的话是2000公里 2000公里 那已经到了美国的 这个东岸的中部 然后的4500公里 那打着波士顿 打到美国最北边 就都可以打到了 所以这样的话 整个美国的这个东部呢 就在几分钟之内 都可以被它打中 它基本的计划呢 是这个部署40个发射台 40个发射台要一起发射 那美国就没了 那基本就是 就是total destruction 而且它的这个 整个这个部署计划 是完全全是在 保密的情况下做的 它的整个的这个规划 它的准备 它的这个材料 什么什么运输 从这个海上 通过苏联运过来 到最后的部署 完全是在保密 严格保密的情况下 OK 严格保密 基本就说 这些部署的人 本身都不知道 他们在干什么 因为他每人只干 其中一小部分 他不知道exactly 就是到底干什么 包括那些苏联派来的人 有些他们自己 都不知道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只是知道 来做一些这个事 哪个事 每个人做一部分 所以即使是这个 这样的话呢 就是苏联派了这些军队 他们就是说 这个这个 秘密到什么程度 秘密到他们在上船 从苏联上船的时候 给他们准备的 全是冬天的衣服 冬天的衣服 滑雪的这个 什么雪橇 雪雪雪雪雪 然后这个这个 这个什么这种 这种羽绒服 还是什么那种这种棉服 然后呢 就是给他们一种 什么误导呢 让他们说是 跟他们说 我们去这个 去这个西伯利亚 到那边去 部署导弹 OK 我们到那边去 因为西伯利亚 本来是苏联的 就是苏联本土 在那部署导弹 这是自然而然的 得用离美国最近 所以就是保密到 这种程度 等上了船以后 才发现 这怎么 根本不是去西伯利亚 怎么越走越热呀 跑到 跑到这个 跑到这个地中海 不是 跑到加勒比海 这边来了 而这些这个 而这些这个 这些专家 真正的知道 机密的这些 核导弹专家 他们过来的时候呢 他们本身的 他整个的这个护照 他的这个什么手续 全都是什么 什么这个 什么什么机械师 什么灌溉专家 农业专家 都是美人 都是伪装成这种 就是伪装的 非常非常的深 OK 整个这个过程 就是免得被任何人detect 然后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这些导弹 在这个 在部署的时候 完全就是 完全在伪装下 用这个什么 那种 芭蕉树了 什么各种各样的 这种热带植物 深深的给他盖住 然后呢 同时呢 这个这个这个 deny 就是同时就是 就是就是 就是否认这些事情 OK 完全彻底睁开睁眼 就是说 没有发生 到后来被美国发现以后 而苏联本身呢 就是在这个 整个这个过程 在逐渐被发生过程中呢 就是一直是 完全否认 否认我们对古巴运送过任何的攻击性的武器 OK 而只是说我们给他们一些defensive weapon defensive weapon呢 就是防守性的防守 比如说什么什么高射炮啦 什么什么对攻的防空打炮啦 或者什么这些东西 它实际上根本不是武器 封城导弹呢 怎么是防守呢 进攻的 塔斯射呢 同时呢 这个指字不提 这个这个进攻性的武器 OK 指字不提 就是这个这个 有这些事情 而只是说 我们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些 就是在逼得及的时候 就是说一些防守性的防守性的东西 而苏联驻美国的这个大使呢 这Dobrinen Dobrinen 特别人这个很有名 这个冷战机枪很多时候都提到 他本身呢还是睁眼就否认 就是那个这个记者 还是美国的大使美国的官员在问他 说你们是不是在请你 核实你们在古巴 到底是不是部署了这个进攻性的 导弹 进攻性武器 没有我们坚决没有什么也没有 然后赫罗晓夫给这个Kennedy 甚至就是就是个人送的这种电报 都说我们在任何情况下 不会在古巴部署导弹 地面对地面导弹 这就是 就已经导弹当时已经部署了不少 都已经部署下来 他还在那睁脸在那否认 OK 而美国的这个情报机构呢 可不是这么认为 他不管那个继续去侦查 首先呢 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导弹危机前呢 美国人呢 出现了一个小叉子 小叉错 这个叉错实际上对美国很不利 就美国的U2的一个高中扎机呢 误入了这个萨哈林岛 萨哈林岛 这就是日本北部 中国的那个远东 日本的那个 那个北海道北部 那个萨哈林岛 那个倒是远东 原来是属于中国的 然后被日 被俄罗斯给收回去了 后来又 又被 被这个 被这个日本 日俄战争 日本给收回去了 然后日本收回去 日本战败 又被苏联人收回来 所以萨哈林岛 那时候已经是苏联的了 萨哈林岛的空 就是进入了萨哈林岛的 这个空 这个空域 OK 进入了以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差一点呢 就是就是发生这个 大的这个什么 大的这个 这个这个双方冲突 上这个呢 对美国人不占理的 然后美国 苏联就是强烈抗议 美国赶紧就道歉 所以我们误入误入 上这东西 谁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 因为那地方 确实 他是想去侦测 侦查的 也正是那个时候 后来在那 离那不远的空域 大家知道 在这个1988几年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 Korean Airline 一个747在那 被被被被 被这个苏联给击落了 几百人一下 一个一个民航机 就是美 美国和韩国之间的 这个 呃 客机给击落 也是在那 那一代吧 那一代上是一个敏感区 与此同时呢 这个 另一个U2呢 在这个 就是U2的高空轰炸机呢 是从台湾起飞 在中国 中国境内的被击落了 被这个苏联的 这个 中国部署的苏联的 地球空导弹击落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美国人呢 就对这个U2的这个 高空轰炸机呢 失去了很大的信心 就认为这东西 我们不能轻易弄了 这个经验 因为这是有人操纵的 一旦落下来 这个 这个 这个Pilot 就是这个 这个飞行员 被抓住的话 那我们就成人质了 就这那 反正就是对我们 非常不理头 他们就把这个 侦察项目给关掉了 而恰好在这段时间 恰好在这段时间 这个 这个 关掉以后呢 当然它对古巴的 这个高空的 这个侦察能力就下降了 恰好这段时间 古巴的导弹部署进去了 部署进去了 所以当时美国 等于是这个 这个 对这个古巴导弹的 部署情况 并不是很清楚 而这个当时的 卫星的照片 已经开始有了 但是这卫星照片的质量 很低 很粗糙 看着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另一个渠道 消息渠道 开始进来了 什么呢 因为古巴里有大量的 可以说是美国的情报人员 因为很多古巴的这种 反卡斯托罗的武装的 这种力量 还在古巴境内 他们在不断的通过 各种信息 把这个信息传到美国 尤其是通过迈阿密 因为迈阿密 里有海量的古巴的移民 古巴的难民 古巴的逃民 逃到那去 然后传到美国的 这个中央情报局 传到情报局 就是他们发现 所谓的防空的这种 什么武器 从所来运来的 根本不是 OK 这都是这个什么 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 都是很多是 就是这么说吧 他在某些基地 设了很多的防空的这种 反地对空导弹的系统 是常规的 这是defensive 就地对空导弹的 这个系统 主要就是你空中 如果这个 这个有这个飞机的话 我可以地对空中 把你飞机击落 他们认为呢 是这些 这些信息呢 已经被传到美国 美国人认为 他在很 一些一些地方 就是密集的部署 这些东西的 唯一的理由 就是他在保护什么东西 因为这种 为什么他那么防止 怕人别人打 那么这个被保护的东西 有可能就是弹道导弹的发射台 OK 所以就是他从这个 因为这些人传回来信息 就是发现了很多地对空导弹 已经部署下去了 所以呢 就是他们呢 就给这个Kennedy呢 提出了一个 一个猜测 他们说 他们认为呢 说我们认为很可能 地就这个弹道导弹 已经进入了古巴 就是已经部署了 因为这个地对空的导弹系统呢 实际上是已经布下来 只能是用 他只能用来防止这个弹道导弹 用来保护弹道导弹用的 没有别的 别的用处 以此同时呢 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的这种 空中的侦察机呢 一开始部署 开始部署 开始照照片 照照片发现什么呢 就是发现这个 这个从海上进来的 很多的苏联的这种船只上 带有很多大的集装箱 这个集装箱 最后他们 他们这个从空中照的这个照片 就发现这些集装箱 只有一个解释 这集装箱里边 从这个集装箱的形状 就是这是战略轰炸机 战略轰炸机的机身 战略轰炸机的翅膀 战略轰炸机的这个 什么 他把战略轰炸机拆洒了 运到 运到这个 运到这个 古巴 以此同时呢 这个U2呢 就是U2这个高空侦察机呢 开始恢复使用 恢复使用 很快就发现了很多东西 发现什么呢 因为这个高空侦察机 它的这个 高空侦察机的这个 侦察能力非常强 各种各样的这个 这个导弹 中程导弹的部署的 这个导弹发射架 发射台全都被发现了 然后很快 这些照片就是 一下子送到了 10月16号 就送到了这个 Kennedy的手上 Kennedy就亲自看到了 这是毫无 毫无疑问 这个是有这个 核导弹的这个部署 马上呢 美国就开始准备 对这个事情 开始表态了 因为这个这个事情 在这个时候 就是美国要决定 怎么办了 在这之前呢 实际上呢 美国对这个 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没有充分的准备 因为他认为 他认为苏联 不会在在古巴 部署这种 进攻性的核武器 导弹能力 美国当时认为 苏联不会的 但是但是人家 就这么做了 这么做了 一下美国当时 准备不足 没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办 很快呢 就是说 这个他们这个 Kennedy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内阁呢 就紧急就召 开始召召 开会 开会就是怎么办 说这个事情 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就完全就是颠覆了 这个这个美苏 这个东西方的 这个冷战的 这个格局 很大 因为对美国的 本土威胁 一下就从几乎很小 变成这个毁灭性的 如果OK 如果这个什么呢 如果美国这个时候呢 这个这个 怎么说呢 就说如果美国 把这个导弹的 这个事呢 让这个苏联得逞 而且用这件事 来和美国进行 讨价还价的话 美国人认为 就是以美国为主的 这个整个的 这个阵营的 整个的credibility 就是他的整个的 这种信誉 就会受到重大的 这个破坏 所以美国人 就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 这说实话 这不是一个战略实力的问题 而是一个 就是双方的这种 心理上的这种 信誉上的这种 损失的问题 所以美国怎么办 当然说 一个方法是 就是让他们去 做就做 OK 就做完 因为本身什么呢 即使这个东西 即使他不这么做 实际上美国本土 也会受到这个核攻击 因为他有核武器 他有核潜艇 他这不是核潜艇 他的潜艇 有核攻击的能力 所以就是某种意义上说 这个东西呢 你即使不这么做 美国 这个苏联的核潜艇 就是带有核导弹的潜艇 在美国近海 如果发射的话 也足以使美国一两个城市 受到毁灭性打击 当然不会像这个 这个这个打击的 这么这么稳定 但是至少还是对美国 有威胁的 所以就是我们不去做 可能也不会 就是说有 不会说这事情 比以前坏多少 当然这是一种什么 某种意义上 实际上是 确实是很严重的威胁 再一个呢 就是用这个外交手段 外交手段进行加压 然后让这个苏联去remove 还有一种呢 就是秘密的方法 秘密的方法呢 就是用桌底秘密协议 就是给卡斯特罗呢 一个一个一个 就是跟卡斯特罗秘密的做交易 就是让卡斯特罗和这个 和这个赫鲁晓夫呢 本身呢产生分歧 产生分歧 给卡斯特罗一些胡萝卜 给给赫鲁晓夫一些大棒 然后让他们互相这什么什么 OK这是一个 当然这秘密的这个细节 就是有很多可能性 我这里就不多讲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索性来硬的 OK前面讲都是软的 或者是什么也不做 或者外交手段 或者秘密就讨价还价 再一个就来硬 咱们就来一个武力攻击 武力攻击古巴 OK然后把卡斯特罗彻底推翻 把他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导弹基地摧毁 所以这个Join Chief of Staff 就是他的这个总参谋部呢 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讨论这个Join Chief of Staff 就给Kennedy建议武力攻击 咱们就是把把这古巴给拿下来 本来我们就是 就就没有放弃这个选择 那么现在这个选择 已经逼我们到墙头了 我们就这么去 就就就就就就这么做 他们认为呢 在这个情况下呢 苏联是不大可能去抵制美国 去去把古巴给拿下来的 OK就是这是他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想法 而这个Kennedy本身呢 他自己怎么看呢 他认为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武力攻击古巴 把古巴拿下来的话 这个等于是给这个苏联一个大嘴巴 就是让苏联一下就丢进脸面 那么丢进脸面的话 这个他认为苏联是不能接受的 苏联有可能就会被迫的进入这个 这个这个参与 那么这样参与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第一件事呢 苏联不一定到古巴来参与 他第一件事 他就是武力就 你武力攻击古巴 我就武力攻击柏林 因为柏林是赫鲁晓夫最想拿的 本来就想把西柏林给干掉 说你你这样 我们要是把古巴一攻击 那西柏林就会被被赫鲁晓夫给拿下来 那我们丢掉西柏林 对我们来讲 最大的打击是我们的 Western ally 就是我们在西方的这些盟友 他们就会认为 就说你看看 柏林就这样被你们丢了 因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就是 就是腰里叶了一把左轮枪 急了就就就动武 对古巴还没怎么弄清楚 叮咯咯咯就动武 就是就是trigger happy cowboys 就是牛仔拿着枪的牛仔 只会动武 不会动武 把动不动跟古巴打 结果打完打去 我们把柏林给丢了 某林想就是肯定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你 我们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是得把常识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就joint chief of staff 总参谋部这帮人 这都是军人了 而Kenny是实际上是政客 政客的思维方式和军委方式 这是永远是 实际上政客是想的更深更远 而军人呢 他就想我就把古巴拿下来 我把你把你的干掉就完了 而Kenny想你拿古巴 他就去拿 他去拿拿拿这个柏林 拿下柏林 我们的盟友对我们是基金 我们名誉草地 我们的美国的形象彻底 所以这个和那个杜鲁门 和那个MacArthur的概念是一样的 MacArthur就是咱们干脆 这么把这个东三省给炸了 然后把他们去整个的那个后勤 后方给毁掉 然后怎么怎么 杜鲁门说你这么打 那苏联就进来了 第三世界战打起来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politician和这个 这个general 永远在这上思路是比一样的 好 那么还有一个选择什么呢 就是blockade blockade就是禁运 OK 那么禁运呢 就是我们从 因为这个古巴是禁海 完全是在美国海军控制范围之内 这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这个这个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 这个古巴周边呢 给他围起来 整个任何进入古巴的这个 这个领海 我们全都给他封闭住 然后不让任何的 也有导弹的这个设备 导弹的什么什么 进入古巴 或离开古巴 这样的话呢 又产生一个新的问题 什么呢 禁运就blockade 英文叫blockade 禁运这本身按照 这世界上的一个 基本的惯例来讲 这就相当于 act of war 就相当于宣战了 就是说我对古巴宣称禁运 实际上是等于被禁运的方 都是和我宣战 这时候在一战二战都类似都出现过 那一旦这等效于宣战的话 那就等于说战争就开始了 那战争开始 那下半的结局就不好说了 所以怎么办 我又想去禁运 但是我又不想用这个禁运这个词 就是用这个blockade这个词 最后呢 就开始动用这些政府的这个 政府的这个叫什么 这个legal expert 就政府的这种法律的这种高手 来出主意 最后出了什么主意呢 就利用了一个就是 美洲各国的有这么一个treaty 这个treaty实际上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treaty 这treaty就是在出现什么什么 美洲国家之间出现什么什么什么问题 在前提下 我们可以进入进行quarantine 就是互相出现这种offensive weapon的运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入quarantine quarantine在英文的什么就叫免疫 OK 也可能大家知道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某一个地方进入这个大型流行疾病 我就听说一封quarantine 这进去的人出来的人都要消消毒一下 消毒就是你出来的人要消毒 进去的人也消毒或者怎么样 这就叫quarantine quarantine和禁运就有一个什么区别呢 就是禁运就是你不能进不能出 我把门给关了 quarantine说你可以进可以出 但是你必须让我检查一下 我必须打开你看 你身上或者说给你消毒一下 把你身上我不想要东西都给去掉 所以他们最后呢 决定用这个 它是一个treaty South American treaty 这上面就等于是一个 一个等于是就是把这个 又躲开了这个宣战的这个可能性 同时呢 又把这个实际目的达到 实际目的达到就是让古巴被封锁 所以这个这个 这个Cuban naval blockade 上strictly speaking 是个naval quarantine OK quarantine 而这个quarantine呢 完全是在这个 在这个公海上执行 就是不是在古巴的领海 是在公海 但古巴是个岛国 你你你你出来就是公海 那公海整个被美国人围住了 那你不也就也就等于是给给围住了吗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他这个quarantine呢 同时呢 美国呢 就是为了使这个表现出 这是一个 整个美洲 中美南美 整个美洲的国际公约 他把好多西亚小国也拉进来了 什么阿根廷 委内瑞拉 当时委内瑞拉跟美国还不错的 Dominican Republic 特里尼达多巴沟 多巴沟 可伦比亚 这些小国吧 每一国家呢 你派艘船 你派个什么直升飞机 就是派个人丁 马上 就等于是凑个数吧 就意思说 这些国家都参与 一起来quarantine 这个这个整个这个这个范围 实际上真正的干这个事 上是美国人 就跟那个 跟那个韩战一样 韩战上是也上是是联合国军 OK 有波兰军 不是波兰军 有这个土耳其军 有英国军 有美国军 还好 还有点法国人吧 我记不清楚了 但实际上真正的主力是美国人 在这里也是上是美国海军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个这个整个把这个围起来 那当时美国人 像这里边还有一个潜在的问题 就是假设你这样blockade 还是没用怎么办 用什么 你blockade的时候发生了以后 实际上人家的导弹说不定 你部署完了 至少是部署了一大部分 这些一大部分的话 他就他就他就不撤 你实际上已经生米 没有说都做成冲犯 已经是半熟了 对吧 你也没什么 没什么辙 那么这剩下 你还得去去战略轰炸 继续轰炸 你还得去轰炸 那轰炸还可能继续这个问题升级 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说 是blockade或者quarantine 只是一个 当时认为最可行的方法 但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 所以呢 只能这么做 所以呢 在这个 在这个决定 最后决定呢 就是主要还是以Kennedy为主 就决定采用这个方法 实际上这个某种人也反映了Kennedy 当时作为一个 一个一个政客的这种思维 他还是比较比较宽阔 想的比这些 比这些武将想的比较远 要远一些 比这参谋 总参谋部的人想的远 所以呢 当时美国的这个 马上就派出他的代表团 到和这个西方的所有的这些盟国 这个进行接触 然后接触 就是征求他们的意见 我们准备这么多 因为这个必须征求 因为这个事情 如果发展下去 它很可能就是东西方 就开始热战了 就是和美国和苏联的阵营 可能就会打起来 所以就是大家都支持说 这样做是对的 就是先来一个 现在来一个免疫 海上免疫 OK 就quarantine 实际上就是海上blockade 是禁运的意思 同时呢 Kennedy呢 在这个 在这个问题上呢 和这埃尔森豪尔呢 又进行了多次的接触 就多次的这个讨论 给 就是他上并不是说 埃尔森豪尔主意 他听不是因为 毕竟他是总统 埃尔森豪尔只是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 可以说 美国总统里经验 最丰富的 可能是埃尔森豪尔 像杜鲁门经验 当时也蛮丰富的 不管怎么样 他和埃尔森豪尔的 个人关系 可能当时还是不错的 因为埃尔森豪尔比他 大一个generation 所以就给他 进行了各种各样的 两人在电话上 进行各种各样的 这种brainstorm 然后呢 最后呢 就是正往下走了 10月22号 Kennedy开始 像全美国全播 这个电视广播 就说什么呢 这就开始 第一次广播 这个广播就是 非常非常非常 强硬的一个announcement 就是说 我们这个国家的policy 就是 it shall be the policy of this nation to regard any nuclear missile launched from Cuba against any nation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as an attack by the Soviet Union on the United States requiring a full retaliatory response upon the Soviet Union 意思就是说 在任何古巴发出的导弹 进攻美国 OK 或者是against任何的 这个其他的国家 还不光是美国 任何其他国家 就我们从美国的观点 就是认为 这就是苏联在进攻美国 美国就会用他所有的 这个武器来反攻苏联 意思就是说 你古巴这个事 就是苏联 古巴想对我的威胁 就是苏联对我威胁 我要是被古巴 有任何袭击 我就是袭击苏联 这样基本就是 我干脆我就挑明了 咱们不是古巴 根本不是真正的问题 真正问题是苏联 以此同时 他宣布了海上的这个免疫 和海上的这个quarantine 所有的近 这个进入古巴的船只 不管是从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港口 到古巴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都要进行检查 所有的cargo 里面的所有的这个物品 我们都要检查 一旦这里面有任何的武器 offensive weapon 就是任何的进攻性武器 马上都会被送回去 就turn back 你必须得退回去 不能进入 实际上这就是对苏联来的 等苏联的船 全被挡在外边 而且呢 这个quarantine may be extended to other types of cargo and carriers 就是说任何其他的运货船 运货的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飞机 包括可能还包括飞机 包括这个飞机船只 陆地上的东西 只要你从这边过 当然它是一个岛国 基本就是把船上封住了 同时呢 这个这个kennedy呢 同时在这里面指出 因为在这之前发生了柏林禁运 大家知道柏林blockade 实际上这是 是是是是 赫鲁晓夫干的1948年 把整个西柏林给给给给禁运了 就是不许进 不许出连粮食 石油水都不让进 想把这个柏林人给给给困死在里边 让他们自己跑掉 结果不是这个西方进行大量空运 把柏林给救了吗 kennedy特别的指出 我们这个不是和柏林blockade 是不一样的 我们并没有阻止任何的 对生活有必要的物品的进入 ok 我们并不是阻止任何对生活的必需品的进入 进运 我们不是进行那些东西 我们只是进运这个进攻性的武器 ok 所以呢 这个以此同时呢 这个kennedy宣布 就是我向美国所有全世界的 美国的武装力量 这个发号施令 发出指令 马上实施 马上实施海上 这个免疫 啊 所以呢 在这个22号的当天 ok 美国的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 呃 战斗机 500多架战斗机就升空 然后就开始进行 这个整个就是在 在这个 这个 古巴岛的周边 就整个是美国的 飞 飞 就叫什么战斗机 这个什么战舰 整个全都围起来了 整个围起来了 然后这个这个 而且这些战斗机是 是长时间在空中飞行 然后是进行这个什么 空中加油 空中的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空中的这个侦察 空中加油 空中拦截 整个全都部署好 然后空中 然后再加上军舰 ok 整个就是完全就 针对着古巴 就是来了这么一个 大部分包一圈 以此同时呢 这个美国的这个 老百姓呢 一看着 Kennedy这话 这话这么 火腰味 这么重的火腰味 这美国人也慌了 就整个全美国 全都慌了 全都在那 拼命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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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买这个生活必需品 买水 买买 买油 买粮食 买这个买拿 然后在家里面挖这个 这个bomb shelter ok 在家里挖这个 挖这个什么 挖这个地下室 我 我 我家的房子 这个 这个旁边 我自己的房子 本身就带一个小的地下室 这个地下室很小 实际上 这个好像就是当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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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来做bomb shelter的 上美国很多家 即使没有地下室 它都有这种小的地下室 这个 我这个shoulder 就是 就是完全是钢筋水泥 用水泥 这个水泥砖 很结实的 那么一个小的 一个 这种出现了大着围码蹭去钻底 应该是没事的 所以他这个是 是全美国就是 上在这个 那个时候的很多电视节目 很多什么都有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如果是核武器来了 你怎么钻到桌子底 钻到什么什么 实际上这个六几年 中国不是也做那些东西吗 什么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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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一旦核武攻击来 你躲到什么地方 实际上都是杀炸弹 真核击 真打到你 那什么地方 你躲哪儿也没用 一个核武器 当时要是 上百万吨的 这个荡量的 这个核武器一炸 那人都成 成末了 都成粉了 你还躲什么 还躲 以此同时呢 这个美国呢 也就是开始呢 就也认识到 这个 这个意大利和土耳其的 这个重程导弹的 有可能是将来 讨价还价的一个 一个筹码 所以他们的这个 美国大使就开始 秘密的和意大利和 土耳其政府进行接触 就是说我们假设呢 这个 这个 在这后边如果进一步发展 我们拿你们的这个导弹 和这个古巴导弹进行 进行这个交换 就是我们你们这边撤 他们这边撤 你们怎么看 OK 你们怎么看 这个土耳其政府 马上就就说不行 我们不支持这样 我们希望你们继续 不要把这个导弹给 给给撤 我不知道为什么土耳其当时 因为他当时跟美国是 是那一头 好像是那一头的一部分 意大利呢 本身呢 就说这个 是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所以这个呢 就说这个导弹呢 这个 这个导弹危机呢 在到这个moment上呢 已经就是进入了这种 开始 升温了 就是从这个 从秘密变成公开 从公开变成表态 从表态变成准备 OK 这是 这是什么 下面呢 我们就继续讲 这个升温以后 这个双方再进行 做哪些事情 没关系 我们就不接受了 再次 再次 这些事情